炉火纯青啊 特性达到28再达出神入化啊 这个出神入化再谈成就 好了再欣赏一下我们的一个物报号的终极装备啊 时段的三物报灵士未来会上11啊 时段的三物报灵士未来会上11 属性的细节我们已经尽量啊 极品了 14 15加17 竹鼠星国标28 咱们报到了34 戒指的耳式的话是报了7 右边的两个灵士 这两个灵士就对付看吧 以后的最终极归宿也就是个9段到10段啊 帽子13段永不磨损加穿刺 腰带的话永不磨损加修罗肉 鞋子的话永不磨损加物理暴击伤害 香料15段的野兽之力加永不磨损 全身的服饰还没有开啊 今天咱们还没有细化的服饰 简简单单的打打零食啊 然后要切经脉了换流派了 谢谢小独5号 谢谢小独5号啊 这个135就忍 109 151 OK了这够了 兄弟们量3274的面板刷任务可太够用了吧 来不及解释了 带小号抓鬼啊 10个5万 10个50万 我给你钱 面板直接变成2988啊 叔叔没有刚才高 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变高级卡片 降低了点攻击啊 我就喜欢刷僵尸 来吧 这次是真的了 1万 2万 2万3 2万2 2万3 175 百分之百误报 带上神器以后 现在目前没有不报过 下回合的话烈石还可以增加战役 下回合一刀烈石1万8啊 这1万8是真实数据 没有自我陶醉啊 血鬼两刀 为什么第二次的伤害会增加呢 因为我点的经脉是第一回合的飞机降低伤害 后面的两回合的输出会增加啊 兄弟们如果我用坤开局呢 我用坤开局 然后用坤炸小怪呢 我怕小怪炸不死很尴尬 试一下啊兄弟们 用坤炸小怪 然后人物直接啊 直接天崩地裂 又刷到了血鬼啊 来吧兄弟们 这把的话直接请他吃天崩地裂 下回合烈石啊 天崩地裂的话 第一回合伤害其实有点低 看一下坤能不能描死小怪 一刀一万二 一刀一万一 打血鬼 一回合输出三万 坤给我炸 够轻小怪 OK 血鬼还是两回合 烈石这回合能打出一万八的数据啊 他没了 两万八啊 拜拜 我操爽啊 刚才我给你们数据的输出的一万二 一万一八千 那是没有陶醉的 最后的两万八加上陶醉 但是没陶醉的话也是一万八啊 因为咱们是第二 咱们点的经脉是第二回合伤害高 抓鬼大多数鬼是一回合 血鬼两回合啊 第一刀一万一 这是逼中的 然后两刀没扛住我的第三刀 坤的话剩三个怪啊 直接秒杀成功 OK 有多少血秒多少血 效率还行吧 给我激动差点先把天眼吃了 而且兄弟们 我用的这套是百分之百物理包机经脉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真菌显灵的经脉 比这个伤害要高很多啊 但是我现在还没用 好 来挑战一下 不知道一回合能不能结束 兄弟们 已经第六七个鬼了啊 一刀一万一 一刀九千三 三啊 最后一刀一万四 直接三刀主怪全部崩死 不 OK啊 不论剩几个怪 去那么发现昆抓鬼还是挺快的 带小号 你因为没有别的法宝 不一回合可以秒死五个怪吧 有吗 昆配大唐简直无敌 大唐给主怪直接四刀扫死 然后的话昆直接请小怪啊 太舒服了 卧槽 六个怪的鬼一回合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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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